欢迎收看今天文倩的世界日报 许多人在讨论的 我们在昨天也几乎用了一整个小时讨论 川普会不会重进白宫 而改变整个全世界的秩序 欧洲相当的害怕 我们说Fenton 这是真正的鬼魅 很可能回来了 而国际秩序将从1945年 二次大战结束之后 所有的全部都被改变掉 但是另外一个很大的一项变数 是很少人思考到的 由于俄乌战争的结果 导致了俄罗斯和朝鲜 成了非常紧密的联盟 在过去朝鲜的老大哥就是中国 而中国本身因为它的供应链 跟美国跟全世界西方紧紧相依 所以它对朝鲜的援助 可能就偷偷的给煤矿 偷偷的给粮食等等 它不敢像俄罗斯这样 全面性的和它进行军事的合作 但俄罗斯自从俄乌战争之后 它被西方全面的制裁 我没什么好怕你的 于是它就把航太技术 很多它所拥有的在战略上头 尤其是战争武器上头的重大技术 交给朝鲜 而朝鲜把它的传统武器 交给了俄罗斯 我们在上个礼拜做出了一个报道 那在本周一个非常重要的 上个礼拜延续性的报道 就是朝鲜正式的修改它的宪法 这个宪法里头就是我不打算和平统一南韩 而它的态度代表什么样的意涵呢 第一个人们认为在这个情况里头 北韩的领导者金正恩在这场最高人民会里头所发表的演说 代表过去它已经扬弃了金氏家族的统一目标 而且不把南韩当成同一个民族的人 当成头号敌人 而长期观察北韩动态的Stanford大学 几位重要的一些相关的权威智库的好几个不同的人 最后的看法都注意到 现在金正恩给外界的讯号是有所不同的 已经不是发飞弹 允许大家注意到 然后交换哪些 大家妥协了 而且已经不是了 它基本上是一场可能做出真正要发动战争的战略准备 所以很可能你以为的战争 现在只在Gaza 只在乌克兰 然后目前这两场战争 一个残酷 一个是目前为止是不可解决 而且乌克兰看起来得不到援助的状况 但是最悲惨的战争 因为北韩是拥有核子武器的国家 南韩是完全没有招架之力 美国会不会介入 如果是川普 他可能不会介入 北韩的战争 这三代金氏王朝统治下 最大的政策转弯 金正恩尼的副主辈的意愿 宣告不再寻求南北韩统一 更不把同文同种的南韩人 视为同一个民主 而是北韩的头号敌人 他要求明文延禁北韩民众 使用3000里紧求江山 8000万同胞等 误导两韩为同主的词汇 并加强将南韩视为头号敌对国家 永远的主题相关交易 也很快 北韩最高人民会议闭幕同时 更废了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 民族经济合作局 以及金刚山国际旅游局等 三个推动两韩交流 与和平统一的机构 而一段由脱北者组织 南北发展所释出的罕见影片 显示北韩两名16岁青少年 因观看韩剧 被戴上手铐公开审判 影片旁白之重申官方宣导 直腐烂的傀儡政权文化 已蔓延到青少年族群 最后判处两人12年的劳改 判处发生在2022年 影片成为当前各级学校的教材 凸显平壤当局对南韩流行文化的渗透 采取日益严厉的态度 最后金正恩的心理是 MZ世代、X世代、青少年、青少年 和生活方式、失败方式 这些组织络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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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事规络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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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sm tangent 祖国统一三大宪章纪念塔又称统一门 座落于平壤南郊 通往开城的高速公路路口 是2000年时任南韩总统金大宗访问平壤 与北韩前领导人金正日 举行两韩领导人峰会后 由金正日下令刑检 象征北韩人民对统一的盼望 但金正恩在施政演说中 说这狗们很碍眼 更是眼中定后 监控北韩动态的新闻网站NK News 最新发布的卫星图片显示 这9号还首立的统一门 在23号已经不见了 金正恩还要求宪法政令 只要发生战争 就是两韩统一之日 北韩将收复南韩 纳入共和国家的议 史丹佛大学和科学家赫克 与美国国务院前官员卡林 在美国智库北纬38度网站上 共同发表一篇文章指出 金正恩最新一轮给外界的信号 与过去有所不同 对于北韩的敌意 也不是单纯的威胁 长期研究北韩的赫克 接受CNN专访时说 他现在所看到的一切 让人想起70多年前灾难性的寒战 而金正恩的战略 发生了令人毛骨悚然的转变 其程度远远超出了通常的武力威胁 做出了发动战争的战略决定 如果从北韩近期以来 所试射的核岛武器 或许跟金正恩正在准备一场战争 24号北韩试射至少两枚 也型号为火箭3-3E的巡航导弹 外观上 与去年试射的 箭1与箭2型导弹相似 但这次飞行时间与距离都相对较短 且在型号上加上了3E 可能一直搭载了 同样在去年曝光的 小型化火山3E战术核弹头 北韩在发展了战争核弗弹 发生30分以来 30分以来 短期的发展是 性发展是 亦上风浮火山3M是 采用的 通光光的 产阵射器人 预期的速度是 小型射弹和 反距离 产阻弹 前机型射弹 反距离 就行 反距离 急 淋 流 而这款巡航导弹射程约600到1000公里 可针对海上目标更覆盖南韩军机 所以让北韩彻底改变过去 河岛发展不针对南韩的证据 除此之外 北韩上周再释爆了新型无人潜航器 海啸五折三 这款与俄罗斯超级核鱼雷波在东相似的核武器 针对的是前来半岛的美军舰队 以水下核爆产生辐射海啸 将对美军造成致命性的毁伤 而改装固体燃料的高超音速导弹 与射程覆盖美国全境的火星18 这两款战略武器 更能牵制美国直渊半岛战事的决心 但纽约时报也引述北京与华府的 资深外交分析师的观点 驳斥了贺客的分析 指北韩领导层并非不理性 至于金正恩会主动发起战争 且他还没有自信到 觉得就算自己做了什么鲁莽的事 也能让美国不敢做出回应 而从过去北韩的行为模式看 当前金正恩升级半岛情势 一方面是在南韩散布核战争的恐惧 以支持对北较为友善的南韩自由派 赢得今年4月举行的国会改选 另一方面是影响年底的美国大选 北韩可能更愿意与卷土重来的川普 重新解除 事实上历经川普时期三次的川金会后 北韩的核岛发展确实缓了一阵子 甚至炸了风锡里核四眼潮 然而美朝间对半岛屋核化建成 与对北韩相应的经济补偿谈判并不顺利 对北韩的制裁更是文崩不斗 随后川普应对新冠疫情已焦头烂额 花府的交往政策更因川普下台夹然而止 而拜登上任后 并没有把北韩列入他的外交疫情中 但把金正灯亮一边 亮久了肯定出打赦 白宫决策层虽关注半岛 但能是持续能处理的极标 避免轻视升温 然而《纽约时报》采访的匿名美方官员 显然也受到来自贺克教授的公开警告 而更关注北韩是否对南韩采取致命的军事行动